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是姓王的 你看 本来王就是第一大姓 第二 好像第一是张 是吧 所以你看他一说话都是宿古的 还不能找到好几个王刚 也是全国较崇明的相对最多的一个 对 我昨天在网上查他资料 我一看我说这王刚怎么还出现在反腐战线上 还有一王刚 所以有意思 今天王老师给我们带来一话题 透露出他的一个身份 我过去还不了解 推普大使 就是推广普通话 普通话 就是一个老的一个少的一个男一个女的 我和王小样 俩吧 你看又是一王 所以他推普大使情动于衷 今天中午看新闻说排爱而起了 因为就是台湾去中国话 这就说是什么事来着 他们那边有人提 就在说要把闽南话 包括他们那些少数民族什么那些语言 当成原住民语言 当成国语 就原来所说的国语 就咱这种话 以后就叫北京话了 听说有人这么提 王老师这个感觉不干了 是吗 这个太没道理了 这个太没道理了 你比如说 你这个所谓去中国话 这个那个的 但是 那么好 现在你把这个所谓的国语 我们叫普通话 那么给去除了 把他认为的国语 变成了一个地方语言 变成北京话了 那好 那你总不至于有一天 就是比如我们这一堆破报纸 那这是汉字 汉语 汉文 这你要推翻吗 我觉得呢 他这是 只是这个作为一个由头 达到他的一个政治目的而已 我觉得实现不了 哎 葛辉 咱不是一块去过台湾吗 没有 那次我没去 你忘了 因为说你长得像党委女书记 所以不让你去了 是吗 还真是 那次我们去了 我就感觉啊 实际上 在台湾呢 这是一顺的事 最近有些的 就是很多这个台湾人呢 我们的朋友 说起来也是觉得很可笑 你比如说 我就前一阵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嘛 那台湾有的也是搞古董收藏的人就说 说我们呢 现在给个搞的特别拧吧 怎么呢 我们小的时候 老师领我们到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是我国的 这是我国的西山行旅途 我国的灿烂的文化 他但是现在呢 老师领着学生去那看 他不是说 说他们中国的 这是他们中国的这个什么文物 这是他们中国 所以他们聊闲天说 据说台湾还有一人说 那干脆去中国话 把故宫这些家底全送还给北京故宫吧 我现在感情好 文涛就是那次我没有机会去台湾吗 我到现在一个最大的遗憾 没有去过台湾 我我对我我特别 我特别想知道台湾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到底怎么想的 他们这种文化的认同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些政客 他们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这个政治目的 他们怎么折腾 我们不答应 但是但是很重要的就是 年轻人内心到底真实是怎么想的 我跟你说 你你提的这个特别重要 就是说像王老师这种担心呢 也不是没有道理 就是说虽然说他是政治操弄吧 但是啊 怕这个东西埋下一个种子 你比如说 像最近说什么高中历史课本吧 你中国五千年历史 你缩的小小的 老师都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讲课了 随便几句话交代过去 讲我们台湾史 我们台湾史 你得想啊 咱们这一辈人是明白的 再下一代 再下一代 你慢慢就 为什么说历史教科书问题 往往很重要啊 你就活在这个历史 这个孩子从小到大 你怎么教他 这也挺重要啊 对对对 因为一切我们都没有真正亲身经历过 这么传承下来就是历史教科书 或者长辈给我们说 老师年间哪 怎么怎么样啊 就是这个 真的如果这个要断层了的话 这个这个前景堪忧 真的是堪忧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我第二次 第一次去台北的时候 还掐了一架吗 不是说 小小的一架 你记得吗 就是那次 跟那个康熙来了 娱乐节目吗 当场你拍案而起了 听说 那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他只是这个 就是开始预采的时候 就是预先采访 正式录制之前 先是采访张国立跟邓杰 然后又采访我 还没等到采访我 我在旁边听他们说 我就已经有点烦了 就听不下去 我说算了算了 如果你一会你再问我这样类似的问题 咱就免谈了 这个栏目不参加了 国立说我们也不参加了 怎么怎么 就算了 就没参加诚意 其实我听这个事 我就觉得真是反映文化的不同 也不是说彻底否定台湾的 你真到了他那 你天天看他那个电视 你就觉得他那种东西 就是一个小岛上乡里相亲的 甚至很少有什么国际新闻 没错 我觉得掉到锅里了 突然掉到一个锅里了 只是这个小岛子上的事情 外面的事情 真的资讯不如我们这丰富 很及时 而且是一个是画面 这边还在走字幕 这边横着还要走字幕 全是这点事 台北 台南 台中 全是这些事情 所以说你说咱这大陆人 你要跑到那去上电视节目 穿了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他文化真是不同 你比如说 你请连战这样的人来 连爷爷你穿什么底裤 你穿的内裤是 骂烟囱 还是三角裤 你想这 咱就知道 平常在大陆长大的人 跑那么大一电视台 你跟我说这个 很难免 你们这么说 我就有一点困惑 一方面 我听有很多朋友跟我讲说 台湾对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还是挺坚持 但是另外一方面 要让你们这么一说的话 就是一个锅里 就是一个小岛 非常封闭 非常在那 自我陶醉 就是眼下的那点事 而且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听说当地的新闻 可以就说国际上发生什么事情 不许管 而且不断重复 出现一点什么 不断重复 就这点事 哎呀 我说实在 我去台湾 我就喜欢两个地方 一个是台北故宫博物园 一个是成品囚禁书店 没错 这个台北故宫博物园 因为我看了一次以后 我觉得没看够 第二天我还想偷着去 偷着去 因为按照对方的接待 第二天要到新竹的 上午7点半就出发 然后我就说 我说不行 我这心脏不太好 今天我就起立的难受 完了 那王先生你就休息吧 然后我一看没人 我自个打个车 又被又奔了台北公共博物院了 然后回了以后 我记得张铁林就跟我说 哥哥 你今儿没去新竹遗憾 我说怎么了 我们遇到一个国民党的女干部 国民党女干部 年轻的漂亮的一个文化局局长 我说还有这样的人 他说不是像咱们一般女干部 那真是那么温婉 说话 那种动人 我说谁 他不叫说什么什么犯 取美风 后来才知道 就是取美风 这事我印象特深 后来他出了这个事以后 我说铁林 你说的就是那个什么 取美风 那这样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张铁林碰见了取美风 这个有意思了 你还别说 台湾人 他就是我有个很深的印象 他还讲叫四维八德 你说的电视 我跟你说 不能反映他的民生 真的 他电视是把某些东西 集中在一块了 其实他主要是服务于市民的 你看市民的兴趣就是八卦 家常里肚 尤其他的台南地区 其实下了以后 我因为我参加个吴宗宪的节目 他也我们一边吃他叫便当 我们叫盒饭 那一边吃他 我那个没有办法了 我们就四个样子 我说这个我理解 我理解 这个因为都是演艺界人士 我非常理解 但是他这个娱乐话 跟他说的那个去中国话 还是两码事 我们姑且 宝岛这事不提 他对内地有影响 怎么讲 你没发现吗 就从语言上来讲 好多本来 包括我们的运动员 年轻的运动员 你没发现吗 各地的 很多还不是北京的 但是讲了一口那种 带着很浓的台湾味的 他们叫国语 包括语法结构上 比如我们过去 有用过这样的结构吗 比如过去时 或者过去完成时 你去过台湾吗 这样的话吧 我们要按他 现在 你有去过台湾吗 你有什么 有字 加了这么一个字 从语法结构 我们没有这种什么 台湾人就爱说 有没有 是吧 一方面是渗透和影响 另一方面 现在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 这个语言 是不是得 在不断吸收 外来语言的过程当中 它发展 它没有定型的 它没有说 非得这样 过两年 可能很多新的说法 新的语会 会增补到这个里边 其实不仅仅是语言 就是从一个大范畴看 在各行各业都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到底我们是要保持原汁原味 还是说 要与时俱进 吸取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与时俱进 吸取一些新的东西的话 就会有人说 这变得不伦不类了 但是何为本 何为末 这点要搞清 不能舍本求末 你比如说 你起码我们这个普通话的标准发音 这是已经早五十年代就已经定下来的 而且有时候也不断的在调整 有时弄得我们也很为难 那天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 王先生到底确凿还是确凿 我说原来确凿 后来变成确凿 现在又变确凿了 对对对 我有一本 国家渝伟赠给我的一本 现代汉语字典 是最新的主因 也不断在调整 说老实话 王冠老师 您是推广普通话的大师 您要是到我们凤凰卫视来看看 发现我们凤凰卫视好多主持人得下岗 我们我们其实很怕那个就是中央台 他们有一个要要通过这个普通话的一个考试吧 这凤凰台的普通话真的是是千茶万米 这也有人就民怨沸腾 说非得让我们弄这个考这个 不要太弄的什么 这推广归推广 要求归要求 我们我不喜欢的 或我不敢说 我反正我不喜欢是什么东施孝平 明明会说这个 非要模仿 那你们那个老杨读报 我特别喜欢 那是我每天汲取资讯的一个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他说话语速非常快 他资讯量非常大 他甚至不留气口 没错 我跟你说 照台湾的标准 老杨就算国语了 老杨 敏南话 老杨就算国语 没有故意去识 就是这样 都是孝平 反映了一种文化心态上的不自信 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现在是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 在文艺创作上面 比如说什么剧本啊 什么的模仿好莱坞 这个语言方面 这个模仿港台 这都是一种绝对的文化不自信 中国这民族啊 咱这近百年来啊 始终一个中和西之间的问题弄得特别拧巴 你像刚才咱们还聊 这中医西医的事 中医西医的这个辩论 王老师你关注吗 关注啊 有何感触 那我看你们那个一个栏目一呼吸一谈 那个那个 变了 真是要急了 嗯 都是这现场都吃药了啊 那个这椅子也翻了啊 那个时候我我我特别理解 因为很多老先生这么多年来就就就就什么啊 就是我们说的世俗一点啊 这是他以此为生的啊 一个一个呃 如果是行而上一点 他一直贯穿这么多年就理念 你现在忽然要打碎他 要全盘否定他 他感情上接受不过来 那这个曾经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有过这么一次了 嗯 那时候一副全盘习化啊 德先生赛先生 对啊 民主与科学 就这个这个理念 然后后来慢慢的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东西 他不是没有道理的 两三千年来一直这么能说一盘一切的全盘否定吗 那么我想还是要被存真去除取经 采取这样一个态度 还有兼容并序 对对兼容并序 你比如有一度我们强调中西结核等等等等 你比如我我赞成就是有了疾病了 嗯 嗯 那么该做手术的做手术 该用抗生素的用抗生素 哎 要救急 但是人在调理方面 比如我有个体会 比如那个中药 我不喜欢中成药 我喜欢你给我开的那个药 抓的那个药 然后我自己用那种最原始的那种瓦罐 瓦罐罐子 来来来一点点的来来包他 闻到那个味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病都好了一半 他有一种精神上的感触 比如我去同仁堂 我一进那个里边我就觉得舒服 嗯 舒服 他挂着挂着整个 中医不就是催眠了吗 很多方面就是精神上 是是是 很要紧 我忽然想起你 我记得你也有一个歪道理 我什么歪道理 我印象特神 咱们好多年以前那次 上次见面居然是在成都 少小十年 就关于抽烟的问题 他曾经 他说关于忌烟 他有个道理 忌烟 是按西医来讲 百害而无一利 是不是 对 那肺部照片明明在那摆着 对 但是小豆说 说吸烟 在寄烟的时候 那种痛苦 我曾经寄过九个月啊 每半小时都在告诫自己 不能吸啊 不能吸 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半小时在克制着一种强烈的欲望 小豆的结论是 难道这种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 对你的身体 对你生理上没有负面影响吗 于是好多人问我 你们还没接烟呢 我跟那个 方方卫师多文桃曾经说过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对 戒严险些 戒出忧郁症来 我自己也有体会 我以前吧 就是为比如说头疼啊 或者是什么这种疼痛的时候 要不要吃止痛片 我非常烦恼 非常苦恼 我不吃 我自己坚持不吃 我扛着 第一 因为我抗拒药物 第二呢 我总怕那个东西有副作用 什么变傻了 慢慢吃得多了 后来呢 有一个医生告诉我说 其实呢 那种痛给你带来的困扰 和这个身体上的损伤 比那一粒小小的止痛片的副作用 要大得多 所以没关系 疼的这个真的是难受的时候 吃一片 这个很重要 他说 现在其实 没见谁吃正宗片 是傻瓜 其实啊 现在说 你比如说讨论 很多问题本来都是很严肃的 中医怎么样 西医怎么样 可我觉得现在真正困扰咱们的 还不是这种 问题是招摇撞骗的太多了 你甭管是中的是西的 你整天电视上报纸上 那玩意儿 你失去了 跟你们的古董行业 失去了信任 什么叫我们 但是你刚才说这个 我都忽然想起来 我来你这之前 就像今天中午 我看电视 一打开 我忘了买个台 我也不知道 此功何许人也 正在讲这么一句话 很激动 在舞台上 下面是一帮观众 你想骨质疏松吗 那就请多喝牛奶吧 就这样讲 讲骨质疏松 就多喝牛奶 你想骨质疏松吗 请多喝牛奶吧 原来我们说 颠覆我们喝牛奶 可以增加概制的一个理论 天哪 后来我要赶这来 我下面 他怎么解释这个 对对对 他下面是不是在推销一种 其他的东西 他推销一种排毒的 对一种方法 也不是一种药 我记不得了 就现在这种 特别多 这种推销和一些这个结论 它连在一起 这个非常非常的害人 就他先告诉你说 比如说我带着小孩 去医院做检查 那他先给你测一些指标 然后就告诉你 你的孩子可能缺心 缺铁 缺什么钙 缺很多很多微量元素 那怎么办呢 那你做家长就会着急 缺这缺 那是因为大夫缺钱 所以给你 精辟 我跟你说 是这问题 我前一天还听一朋友讲 你比如说 现在主要问题 没有信任 没有信任 比如说一个女的 想生孩子 觉着自己 是不是这个 舒乱管有什么问题 去检查一下 结果到了医院 这个医生就说 你这个有点问题 但是问题不严重 你看有一种 硬的办法 什么动手术之类的 咱就别用那种办法 有一种什么精油 这种精油 很多人就好了 一用就生孩子了 好 精油要用两个月 要花多少多少钱 不是说这医生说的是假的 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问题在于 你看他的选择是什么 这会不会是骗我钱呢 我是不是在找另一个大医院 再去看 现在都到了什么呢 看病 你要看两家 然后你的两家里边比 如果他们两家说的一样 那就是对的 如果说的不一样 再找人 你说已经到这程度了吗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就讲这个什么台湾 中国传统文化 我想起一个事很有象征性 就是说去台北公公博院 看这个北宋这个书画大展 比如说很多人去 很多这个小学生去 老百姓都去看 但是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那个饭宽的西山行旅途 你知道吗 所有的人都在找藏的那个款 就饭宽 他说你看在哪的 跟去动物园似的 在哪的 他那俩在哪的 因为就在那树叶子底下 你看没有 你看 这个非常有意思 不是说这就有什么不好 反正看看总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说有象征性 他就反映一说 像你们爱好中国古代文化的人 实际上他还是少数人 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说 在一个大多数的人口当中 我们现在一般人 对于所谓的中国古代文化 到底是什么感情 或者说到底还有没有感情 我觉得他有些东西是你 这种感情是你意识不到的东西 你自己意识不到的东西 我自己就有个体会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肯定是 就是比较 用现在的话讲是比较酷的 酷 比较酷的 就是比较容易接触那种 你比如说我喜欢学英文 那么你知道 因为你也是英语专业的 那么你当学习异国语言的时候 你等于更多的接触到他的文化 更直接 因此 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社会是在不断的更开放了 更现代化了 我反而越来越 就是自然而然的 你到了一定阅历和 和这个年龄以后 你就要寻根了 他这种寻是自然而然的 你在走着走着走着 你必然走到这来了 就糊涂糊涂的就喜欢上古代艺术品收藏 他自然而然的 包括你的家里 你的摆设等等等等 毫不夸张的 我睡那个西方的最早的西蒙斯床 后来那种垫子的床 我都觉得没进 我现在那个床是青中旗的 南木的大的那么一个八部床 是最大的 那种床就是说 其实在宋代就有了 否则的话 我想这个金瓶梅呀 这种书不会描写到这样的床的 就是一脚这个盘金链 把这个把新闻庆踹到T上 还是T抽T的T T是什么玩意儿呢 当我有了这个八部床以后 我知道T还不是地下 是从床踹到下面 那还有一个很一米左右的宽的 然后下面才是地 是踹到T上 那个也同样 同样是木头的 很有意思 那个女孩子呢 对于女孩子来说 时尚这个词非常有魅力 但是时尚界这几年都开始流行什么 复古 你想想看 就是复古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是一种情怀 是一种历史的深厚感 你在想为什么时尚界他都开始复古了 像我这个采访王世湘老爷子 我对收藏对古董真的是一窍不通 但是我就接近他的时候 那种感觉 他的那种从容 还有那种和蔼 我想都是和他这种深厚的积淀 是紧紧相关的 他之所以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和他背后他满肚子的那个学问 那是有关系的 但是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 是不是这种人在下一代再下一代 不会有